馬聯山郊野公園一天游 馬聯山瀑布,羅氏大屋,梅亭出大梅山 先在連堂集合 今日跟十幾位行山好友去行馬聯山郊野公園 由北門出發,南行經馬聯山瀑布,羅氏大屋,梅亭出大梅山 是一條比較易行,不走回頭路,有觀賞價值的路線 集齊人後,連堂口岸公交二號站上衣十七巴士 行經連堂,鹽田 經過不值,有八公里的馬聯山隧道 行經平山大道,東中路 人民醫院站,移乘MC76路,小型巴士,往馬聯山園區總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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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紅堤路,比亞迪研發公園,麗芝公園,馬聯山公園,三號高教橋底 道達馬聯山園區總站,公園北門,森林防火檢查站 保安人員,以我們掃微信防火碼,和檢查我們身上有沒有生火物品 馬聯山公園北門 公路南行往紅花嶺上水庫方向 馬聯山郊野公園杜嵐圖 這條陸道也叫做馬聯山自然筆記步道 全長2.5公里 天不造美落起細雨 途中經過一個四角休氣亭 去參觀第一個景點馬聯山瀑布 公路左手邊有一條水間和一片濕地 又有一個四角方亭 叉口八公咬繼續靠右走平馬線 綠體瀑布 一片紅花嶺上水庫 一片梅亭 瀑布 和羅氏大屋 叉口去梅亭和馬聯山瀑布 去馬聯山瀑布 去馬聯山瀑布途中的荒廢宿舍 這個位置已經可以看到深圳最大的馬聯山瀑布 這個位置已經可以看到深圳最大的馬聯山瀑布 經過森林服務亭 靠左石階路去瀑布 水潭小營狗宅溝 去 Mur нас瀑布 聽見 蝴蝶 很快衝夜 狂那瀑布 瀑布 剛下雨 快衝嚷 心臨保安園,苦恃丹丹 看完瀑布,行友打完卡後,沿路翻前後 香港拿完 繼續走平馬線六道,經過一個車輛管制站 前面行友,步入小徑,要急步追上去 在藍白色柱入小路,初段有水泥階級 走入小小,見到一個防火大水缸 小路,左轉出大路,去領貝村 領貝村,避風,受到保護 紅花嶺,香土植物步道,去庚子首爾舊子 上下路,都可以去庚子首爾舊子 路口指示牌,左轉去羅氏大屋 回頭,看回紅花嶺,香土植物步道 羅氏大屋,即庚子首爾舊子 羅氏大屋,即庚子首爾舊子 洗手間應該是新起的,屬於五星級 以前這裏曾經經營兩家龍家樂,被禁後 壓整條磚,都從門深鎖 宣中山領導,推翻封建王朝的第一次武裝起義 就在馬聯山爆發 抗日時期,這裏曾經是曾生 所率領的東江中隊的臨時司令部 馬聯村的羅氏大屋,三橫三中的報告 中心位置,羅氏宗寺 馬聯山領的公園,裏面幾個客家村落 甘子首爾舊子,石碑 羅氏大屋,已經融入了馬聯山交野公園裏面 羅氏大屋,已經融入了馬聯山交野公園裏面 孫中山先生,親不提名校名的學校,強華學校 直到1982年,學校才停辦,學生搬到山下,為止 現在保存得很好 跟著指示牌,去梅亭 羅氏大屋前面的風水池,入到前面的馬聯社區 馬聯社區,受到保護 左邊小路可以去小梅沙 我們去梅亭不轉彎 這裏有個補給站 看回頭馬鸣山橫線馬鸣山段標距處 南邊小梅沙方向見到一條小路貫穿 走土路去高川水庫 開始進入賞回報道 靠左去梅亭 靠右去魯圍村江貝村 馬鸣山橫線平馬線 走高川水庫大巴去梅亭 這裏就是高川水庫 高川水庫管制範圍相當廣 保障有深圳居民的食用水 去梅亭亭就在前面的高點 馬鸣山號稱是一座 沒有圍牆和窮頂的自然博物館 博物館是公園 公園也是博物館 好圓 山下梅亭入口 蘇東坡的西江沿 天山、看海、讀詩、歡城 亂略多種的風光美景 十級而上登上梅亭 在梅亭上面 虎南墊千畝千畝的梅亭 看回剛才走過的路和高川水庫 下山接回水泥車路 再轉入土路 經上平水庫去大梅山 這條小路是去小梅沙的 遠足的路 又可惜 又可惜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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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手邊條路接去上平水庫和華僑城 屬道路管制區 只是被小車經過 入水庫側面的環塘臨經去上平水庫 其實走大路都可以的 下行石街路轉臨路 水庫圍蘭有部份破損 上平水庫 上平水庫 上平水庫的觀景平台 上平水庫的觀景平台 大家走六道去華大基因華僑城方向 五星級六道上 上面一間沒有標記的五星級的洗手間 在這個彎位 跨欄經山路去石街路 下行石街路 下行石街路 距梅沙森林消防基地 約一千米 建塔位 尼梅沙森林消防基地 均嶺s Jess 過了小橋回沙消防基地快到了 回沙森林消防基地 即是鹽田區自然災害應急救援基地 沙口靠右走去華大基因 這座是華大基因 隧道正是在這裏施工 走六道向左邊走 繼續走六道經過梅沙灣公園 到達了東奉華城 南文路去東奉華橋城公車站 衛隊公車都市長 東奉華城公道 攻擊速度 東奉華城公路